我是古阿姆 今天要说一个离乡背景 不适应正的故事 某天女主角就诞生了 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有 肤色快乐 蓝色悲伤 红色愤怒 紫色害怕 绿色厌恶 五种情绪 而你还是孩子的时候 肤色快乐通常会是你的主情绪 其他情绪也以肤色快乐 马首是瞻 于是女主角在成长的过程中 最会表达的当然就是快乐 事情发生在女主角长大后的某天 她老爸因为做生意不太顺利 所以卖掉从小住的房子 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展开新的生活 所以问题就来了 人类是惯性动物 忽然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 女主角其实很不习惯 有点害怕又有点难过 但她从小只有快乐的情绪 能精准掌控 因此只好想一些快乐的事 来盖过负面的情绪 像是幻想新家很漂亮 但是到新家时 她发现新家很破旧 对一个还没见过 大风大浪的小屁孩来说 发现自己真的搬来一个 没有比以前好的环境 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厌恶感 因为在她的记忆中 以前的一切都是最棒最好的 但抱歉 女主角从小一样没掌握厌恶的情绪 所以她说不上来 现在内心是什么感觉 她爸还接到电话 他们的搬家公司表示 我们脑子破了 不小心把行李载到别的地方 要一周的时间才有办法重新载回来 这一刻女主角其实很生气 老爸那么废害 我要搬家已经够不爽了 连送个行李都可以除包是智障吗 但她更气的 其实是气自己 无力改变这些不喜欢的事 可惜她的脑袋还是告诉她开心点 晚上时 女主角他妈也跟她说 你爸爸无力给你 在家乡长大的能力 她生意失败她也很难过 我们要一起当爸爸的开心果 避免她自杀好不好 所以女主角更加坚信 自己只能快乐 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沙子 就是女主角来到新学校 自我介绍的时候 她快乐的情绪又一直 要女主角快乐的介绍自己 但在介绍的过程中 女主角也想起 自己从小长大生活的地方 发生的点点滴滴 现在感觉像失去一切 没朋友也人生地不熟 这种难过感 产生了一颗离乡背景 不适应症的核心记忆 核心记忆就是一种 会让你记在心上很久 影响你性格的记忆 譬如你小时候 你妈逼你吃香菇 害你差点噎死的记忆 就会害你长大不敢吃香菇 于是快乐情绪就不爽了 悲伤情绪 你这个见惑 我们女主角所有的核心记忆 都是快乐的 谁准你弄出一颗悲伤的核心记忆 现实中女主角乐观的个性 跟悲伤的现况 产生了冲突 让她搞不清楚现在该怎么办 这种感觉让她失去了活力 所以她脑袋中的快乐 跟悲伤情绪也同步发生了意外 冲到记忆运输馆 被传送到记忆储存区 要重新回到情绪主控 才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 女主角的脑子 正在透过思考过去发生的事 看能不能找出 要用哪一种态度 面对现在的一切 因此晚上吃饭时 女主角脑中只剩下 害怕厌恶生气的情绪 在学校过得怎样 她就气得垂桌子 而她爸也气得叫她滚回房间冷静 这种时候通常父母亲 会用我的孩子进入叛逆期来带过 而非真的去研究她不爽的主因 很多时候孩子只是觉得 这种原因不能讲而已 你应该去研究的是 什么情况下才害她产生了 这种事不能讲的想法 对于身为孩子的女主角来说 她其实很不满 但她又明白爸爸也无能为力 她也恨自己还只是学生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老爸一句滚回房间 他就得滚回房间 不然等等老爸不养自己怎么办 这种被动的感觉其实很无助 所以有口难言的结果 通常就是小孩说出一句 干你妈的嫂烦我 然后被当成叛逆儿童 接着女主角他爸跑来 搞笑装猴子想和好 但女主角无动于衷 这就是所谓的经历 使人成长 重要的经历 哪怕只是发生几秒钟 也能改变你的价值观 昨天还喜欢装猴子的女主角 现在觉得这样有点蠢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隔天女主角跟童年玩伴 用网路聊一下彼此的近况 没想到童年玩伴 却说现在过得很好 还交了新朋友 女主角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我那么痛苦 你却那么爽 连体英手册第66条 你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必须是我 你竟然不遵守 但他其实内心也发现 不可能永远都跟童年玩伴在一起的 只是他还不想面对 之后女主角他妈 带他来到新家附近的 冰上曲棍球场 加入新的队伍 他从小就很爱玩这个 但女主角因为心情很差 所以打得不好 因此心情就更差 他开始把这一切的错 都怪罪到冰上曲棍球场 他再也不想玩这烂游戏了 之所以会这样想 是因为这算是女主角 唯一可以透过行动 表达不满的方法 毕竟他还没想通 怎么用嘴巴说 接着害怕生气跟厌恶的情绪 让女主角产生一个想法 对 没错 只要我回到以前的城市 我一定能找回自己的快乐 所以他偷了妈妈的信用卡 上网买了车票 离家出走 跑来搭车准备回老家 但这个行为破坏了 从小他在家人身上学到的 做人要诚实 思想大幅度成熟 转大人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脑中代表 孩童纯真梦想的粉色大象 就掉入记忆垃圾区了 意思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因为对世界的认识变多 相对应的幻想空间就变小了 而不想做坏事的心情 也使女主角脑中 肤色乐观相对应的 意外的认真看了 一颗童年最爱的 冰上曲棍球游戏的回忆球 竟然发现这颗快乐的核心记忆 是因为女主角先难过 所以他爸妈找了他的朋友 来鼓舞他才产生的 所以肤色快乐也明白了 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 快乐的背后 一定也有一个悲伤 只是你看不看的剑而已 花钱享乐的背后 一定也有人辛劳的工作来支撑 于是快乐跟悲伤的情绪 回到情绪主控台 让悲伤的情绪 负责操控女主角 所以女主角忽然悲从中来 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好的让在乎你的人 知道你很难过 不要逞强不说 他跑下车冲回家 然后看着他爸妈开始大哭 并且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 我想念以前的家 他爸妈也抱着他哭 大家互相难过也互相鼓励 最后女主角决定敞开心胸 面对这一切 他脑中的五种情绪 也成长变成可以各自 随时做决定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女主角也跟爸妈 在这个新城市过得很好 交了新朋友 继续玩他最爱的冰上曲棍球 故事就结束了 呃从头到尾也不晓得 过有没一个礼拜 恭喜你看完一个少女的内心戏 如果你觉得女人很复杂的话 咳咳这算单纯的人好吗 你全ảo针点 知名类的 是很难送给你 报名皇上 不知道 你们能够